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e-studio一镜到底的金马大预测特别节目 我是主持人郑伟博 每年到了11月就是大家所有的华人观众 华人影迷最引颈期盼的金马奖的季节到来了 然后今年我们迎接第57届的金马奖 今年战况究竟是怎么样 是有点诡诀 还是有跟过去一两年有所不同的生态 今天很高兴的邀请到了 不只是资深的媒体人 电影记者 还有资深的影评 以及这个多期很有才华的编剧 还有专业的选角指导 让他们在各自不同的专业跟工作岗位上 为大家分享跟分析今年的金马入围战况 大家好我是影评人何瑞珠 他们都说我是毒蛇影评人 但我觉得我只是讲真心话 所以我是讲真心话的影评人何瑞珠 那关于今年金马影展呢 我最想要推荐的是《无声》这部电影 如果你只有看一部电影的时间 麻烦请去看《无声》 谢谢大家 嗨大家好我是Chris AKA中导脑粉 今年金马奖绝对就是支持同学麦娜斯跟腿 大家好我是爱台片的确确 金马武器唯一支持我心中的咬妻电影 无声 哈啰大家好我是最Chill的编剧冯伯帝Birdy 今年金马奖我支持最帅的访客莫子怡 还有最奇特的存在怪胎谢谢 哈啰大家好我是拍手演员平台创办人 台台吴瑞珍 演员的心声就由我来发声 今年金马我要All in同学麦娜斯 真心推荐大家一定要进戏院去看这部 这一年的台湾电影其实有许多的类型 而且在不同世代电影创作者的这个努力 努力之下其实有非常好的成绩 当然这个是有这个推力助力跟拉力 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的包含了神力女超人也不来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个黑寡妇也暂时也不来了 但是台湾的电影就因此在这个票房上面 获得了很好的成绩 大家分析一下这个热潮是不是有因为这些的影响 从去年开始因为录片被禁止参加金马影响 开始金马奖有一个很巨大的转变 第二点就真的是好莱坞因为疫情的关系 然后就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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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台湾电影就起来了 原因是因为台湾观众还是需要看电影 而且电影院维持的疫情控制得很好 所以都可以继续看 但是没有片 所以呢一旦真的有新片上的时候呢 观众就愿意给台片多一点点的机会 这个机会就是大家努力抓住他的一个很重要 然後再加上金馬獎記 所以下半年疫情開始 大家就覺得明朗了 然後願意記契約了 然後再加上台片努力的推上來了 所以就真的是聽死地利的樣子 Chris呢 沒事沒事 我只是想要就是 因為其實在台劇 最近剛好在疫情的情況下 剛好讓大家有機會去看到 但其實台劇在影視產業當中 在前兩年當中 影視產業已經開始更注重 在劇本的開發上面 所以在前兩年開始 把資金啊 就是時間都投入在劇本開發上面的 這些東西剛好在今年的時候 都開始露出 所以今年我覺得 在國片上面的表現都比起以往 很多人每次看國片 都覺得看國片可能會很雷啊 還是什麼 其實今年幾部 都是真的很好看的作品 是因為在前兩年 前三年的時候 已經有大量的幕後團隊 已經開始希望讓這個東西 更完整 就是開發的東西更好 所以在前兩前的努力 我覺得在今年的疫情的關係 所以讓觀眾剛好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 只好來看國片時候會發現說 其實國片還蠻好看的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時機 我也同意台台的說法 但是我覺得主要應該是劇本的原因 因為有一些劇本它是比較符合 觀眾想要看的東西 不像以前就是跟觀眾的距離比較遙遠 其實今年比較賣座那幾部片 他們都是非常接地氣的 所以我覺得是劇本的確是 非常有非常大的影響 而且有一些電影創作者 他們會比較關懷 觀眾的角度是什麼 觀眾想要看什麼 如果你從一個暢銷小說改變的話 它有一個基礎的觀眾在 所以我覺得他們有試圖的 想要去開發一些 有基礎觀眾的一些作品 所以我覺得它是今年票房 有看起來好像有幾部是比較好的 而且瑞珠你這個在座當中 真的經歷過了很多不同世代的 不管是台灣商業電影 是誰 我們也講說三批電影 然後又到90年代得獎的那個對不對 然後一直到現在 你會覺得是更商業一點了 我覺得是去年跟今年 因為去年是有返校有賣了兩億多 但今年其實還沒有到破億的階段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能還需要努力 所以我覺得今年可能只是在片行上 有幾部大概五六部吧 就比去年 去年只有兩部是有賺錢的 剩下都不賺錢 所以那今年可能是大概勉強 可能有四五部至少沒有賠錢 所以我覺得數量上是多一點 但是有沒有賺到比較多 其實也還好 並沒有像 我們也不會兩年之內就變成 韓國電影的工業這樣的發達 然後但是我覺得 有著 有這種去思考 朝這個方向邁進 對國片整體的產業是比較好的 在疫情的危機之下 反而給台灣電影一個生機 但是Chris 你的好朋友 黑寡婦跟神力女超人 都沒有來敞戰 這些影廳跟座位數 是不是就真的有所影響 這絕對有影響 但是我覺得回過頭 我們今天談的東西其實是11月10月11月 本來就是台灣電影迷的一個盛世 因為它就是剛好是金馬獎 然後也有金馬銀戰 那對於產業來說 也有創投啊 或者是金馬學院這樣子 所以其實在這段期間 國片的曝光機率 本來就會比較大 然後我覺得今年 就像剛剛韋伯提到的 很多好多大片 就直接飛到去明年的 基本上以迪士尼來說 它今年已經沒有片要上了 除了去Disney Plus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真的就是天時地利人和啦 排片啦 或者是大家對於進戲院的一些需求 那我覺得真的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讓大家可以進戲院 看這些好看的國片 所以Berdy 剛才瑞珠講到的 就是這個劇本的多元性 你作為一個專業的編劇 你最近的接案的這個 income跟收入有所增加嗎 其實 我都有在增加啦 而且是 反而我覺得疫情來了 並沒有讓我覺得工作減少 然後我覺得大家好像還是滿 努力在開發各類型的故事 而且我今年看各種片子 像今年入圍幾個大獎的片子 我覺得真的是風格類型 題材都差很多 所以我覺得台灣現在的電影其實是很多元 然後這些東西 這些片子我覺得 要麼就是在票房上有展獲 要麼就是口碑上有展獲 所以我覺得 大家真的是 長年來這樣子努力開發的 沒有人想得到今天會有疫情這麼慘 但是因為 就是不斷的這樣子傻傻的開發 好作品 我覺得 機會來的時候就可以抓住了 好所以說我要來看今年的這個 金瑪最佳劇情長片 讓兩個資深的拱嬤來幫忙 為大家介紹一下 好在這個今年的最佳劇情長片當中呢 你可以看到了有這個同學 邁納斯 還有這個是屬於 外來的冰團的首選緣 對不對 還有日子 消失的情人節 以及親愛的訪客 瑞珠來講一下吧 就是從你自己的這個心頭好上面來講 我呢 我個人會選擇日子 雖然它比較少人看過 其實呢 在這五部電影裡面呢 只有一部電影 它有入圍了 第一集的國際影展 所以今天如果不是我來當評審 也不是金馬獎評審當評審 而是由國際上真正 有長年在累積去看電影 看大量的電影的 國際影展的選片人來選的話 那其他四部抱歉都沒有入圍 你這是宏觀的視野對不對 所以其實只有日子是值得大家去看的 請大家一定要去看 好的 這個蔡明亮導演 你看到應該下次帶瑞珠好好的 吃一頓飯過過好日子 Birdy你怎麼看 我個人很喜歡親愛的房客 跟同學邁納斯 你們都沒有人在講 那個入圍十一項的那一部嗎 好你先講 好 請連結 你這樣我很尷尬 沒關係你先說 沒有我喜歡親愛的房客 那我覺得他其實是有一個類型做包裝 但他又不是類型片 他其實是一個不運不活 然後探究角色內心的電影 但是他用一個懸疑的東西來包裝 然後你在挖那個懸疑 好像有一個兇殺案 那他背後其實是在 挖莫子儀那個角色的內心 那我自己覺得這部電影 他在大螢幕上面 你真的在大螢幕上面 可以看到莫子儀 他很多細微的演出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是要到 很值得去電影院看 我覺得光看 莫子儀的演出跟那個 淑芳阿姨的演出就值回票價 而且其實 小莫他為了這一部片 他真的前面花了半年 沒有接起他的工作 專心的投入這個角色 而且其實電影 它是一個很神奇的場域 是要讓你專心的 在這個影廳裡面兩個小時 所以這個親愛的房客 我覺得是真的很適合 在影廳裡面兩個小時 去體會演員的表現 還有有接導演他的創作 我覺得親愛的房客 他是一個很私密的電影 就是對角色內心很私密 對他的表演很私密 然後整個故事也是在挖一個 人際關係情侶關係 人跟人關係很私密的一個東西 所以他在電影院 那個封閉空間 我覺得是非常適合 除此之外 其實剛才專家們都有分享到 這次各自的這個理由 但其實我們也會就是 注意到網路上面聲量 所以我們這次也跟網路溫度計 在這個合作上面 他們從網路的反饋當中 他也做出了一些的這個數據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最佳劇情長片聲量最好的是 親愛的房客 依序有同學麥娜絲 還有消失的情人節 日子跟手捲煙 我覺得這跟片子的這個 快智人口程度 娛樂性程度 還有就是本土 或者是外來的片 都有一些影響 消失的情人節 有沒有人要講一下 為什麼他入圍了11項 但是在大家的這個心中 可能有不同的解讀 我覺得消失的情人節 就是看完 大家有時候在聊這部片的時候 我就會說 他就是一部很熏導的作品 然後我還是會覺得 熏導這幾年 他在他的電影長片 我覺得可能就是 除了中Pose之外 他的一些手法 他跟他的作者的方式 跟一般的觀眾有一點距離 就是他裡面 雖然是講一個愛情電影 或是一般的通俗劇 但是他裡面還是加了很多 有點奇幻的元素在裡面 所以我自己看完會覺得 他其實是一個 把故事說的蠻好的一個作品 然後或是他是 其實劇本也寫得很好 但是在某些設定上 你會覺得 現在一般觀眾會吃這一套嗎 就像劉快寧的角色 他要面對一個 你知道完全不會動的女生 我相信絕對會有人 往不 就是你知道 不一樣的地方 空氣人形嗎 或是你知道 一些SOD系列之類 我講的還比較是藝術一點 更有質感的 他就直接SOD出來了 就是我覺得這部分會 對一般觀眾來說 可能會有一點點距離啦 所以他在最終的票房 好像沒有像聲量的這麼好這樣子 因為像消失情人節 對於拍片人來說 其實口碑超好 每個看完的就是影柔 或是拍片的人 因為你知道從技術上面 本上面 然後像我本人自己也會蠻喜歡 在我看完消失情人節 我會非常非常喜歡 因為我覺得他電影感的確非常強 對我來講他就是一部 就是電影 你知道那時候就是 就是這個產業人 對這部片大貿評的時候 我就覺得完蛋 這部片很糟糕了 大家有沒有發現 圈內人是反指標 反指標 圈內真的是反指標的一個 我真的覺得就是 圈內大堆都 不妙 因為我上一個 好像票房不是 我上一個 真的有印象就是 甜蜜殺雞 就是一上大家說 哇好棒喔 我怎麼也好棒 然後大家都好棒 然後剉州 然後 背洗版就完了 對 然後我就覺得 就是一開始 那個大家 就是然後電影圈的人 大家對消失情人節 哇真的 然後我又覺得 哇真的不太妙 所以我想要問瑞豬 因為你是hybrid 你又是媒體人 然後你比較接近大眾 但是你又寫專業影評 所以你怎麼去看 圈內人反指標這件事情 是不是我真的 我看的時候就是圈內人場 但是我個人非常的 覺得這部電影 非常的有很多疑問 是是是 比方說剛剛Chris講的那一段 是是是 這部裡面男女主角 唯一最多互動的時候 是女主角完全不能動 完全不能說話 然後他就是任由男主角 高興怎麼樣就可以怎麼樣 我看的時候 我覺得非常的不舒服 然後就是全場的人都在笑 而且那是電影圈的人的場子 然後我就覺得 你們沒有覺得這很不對勁嗎 然後最後劉冠婷自己說 我不能再這樣下去 不然人家會認為我是變態 可是在他講這句話之前 我就已經認為 劉冠婷的角色是一個變態 然後大家都看不出來 他真的是一個變態 就是一個非常變態的劇情 所以我真的沒有辦法接受 我自己也是看 我也是看圈內人場 那我其實沒有大家那麼投入 我得說真的 我看完的時候 我跟瑞珠姐很像 我第一個覺得 這是一個非常父權的結構的東西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我很難投入女主角他的狀態 因為女主角他是一開始喜歡一個渣男 可是那個渣男 我覺得他臉上已經寫著我是渣男 那女主角又對他那麼喜歡的時候 我其實也會不自覺的嫁及這個女主角 然後劉冠婷又把他定住的時候 我又會嫁及劉冠婷 所以我一直處於一個 在嫁及這個騙子的角色的狀態 但我得說他的電影感上營造的 這個女主角 所以我覺得從瑞 從瑞珠跟Birdy的comment 我們知道 你要看一個人的眼光 先看他挑的對象 是這樣子解讀的嗎 那個影響觀感 我非常同意Birdy的說法 就是那個渣男的角色 也非常的明顯 他如果要偷情 他還需要講很大聲的電話 讓全部人都聽到說 這整個設定都非常的不合理 我覺得我從頭到尾都沒有辦法進入這部片 好的 我覺得大家各自都有 各自的這個解讀跟喜好 所以我想你們心中的心頭好 應該已經這個答案複製欲出了 所以我們廢話不多說 就直接直求對決 在今年金馬獎的這個最佳影片當中 你們覺得會是哪一部得獎 我們這個論資排背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從瑞珠姐開始 我剛剛已經講了 當然是日子 獲得柏林營展認證的日子 他直接拉到了國際一集營展的高度來 對不對 大家要太難變 好的 所以日子囉 那再來是Birdy 我投那個最帥的房客 莫子儀演的親愛的房客一票 好 親愛的房客 那我想要無腦支持 我心中最喜歡的片 同學曼納斯 這個其實人家是說很男人的片 沒想到你心中也是住的一個男人 因為我心中住了一個直男 直男魂 好 來 同學曼納斯 我都是從 我是甜蜜生活宇宙腦粉 對 就是甜蜜生活拍的所有電影我都很喜歡 真的 對對對 所以我也會投同學曼納斯 好的 盈柔 你有人知道盈柔是誰嗎 謝謝 好煩喔 然後我投親愛的房客一票 我是一個經過偷偷有算計過 研究一下評審的名單算出來 你覺得評審哪一位是特別會引領到親愛的房客 我覺得應該是說整個親愛的房客 他剛好很適合就是1982年到1983年開始起來的 台灣新電影的那個浪潮起來之後 一定都會很自帶議題性的做一些政治性的批判 或者是有例如說像親愛的房客這樣的同治議題的東西 然後再加上鄭友杰導演很奇妙的把親愛的房客 拍成一個非常意識流的同治電影 我的感覺是這樣 所以當然很多人可能會在喜歡台灣新電影的基礎上 尤其是這些評審 然後在見網之外跟就是站在以前的巨人的肩膀 在往向前面拓展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可能親愛的房客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好 那大家有沒有想要為哪一部片平反 或者不認同 或者要出來吐槽 或者覺得誰是遺豬的 腿 還是腳 你認真一點 為什麼你的那個你腦粉 然後你會這個騙子名字還是記不住 你是不是還沒看過腿 我有看啊 我有看啊 那不是從 從而到尾不是一直在那邊說腿 腿 腿 你怎麼還會說腿 因為他出來是腳 對啊 畫面是腳 不是 他切掉的是腳 對 他切掉的是腳 就不會有人說他是腿啊 OK 他是切掉 feet 這隻腿做得比我先生的腿還像我先生的腿 其實坦白說 同學換得是跟腿 我反而比較喜歡腿 我反而比較喜歡腿 你好震驚 你是被桂倫美的演技跟美色給迷惑了嗎 我很喜歡桂倫美的表演 大家都喜歡啊 但你還是理智點 我很理智啊 所以你會覺得他是遺豬 我會覺得他自己做的 包括化型導演也是 OK 所以我就覺得這部片我自己是 因為我覺得同學邁大師那一招 我可能在大火火拉斯已經看阿妖表演過了 但是我覺得在邁大師他還是做得很好 然後他對於角色的刻畫跟角色的觀察 我覺得放眼現在台灣導演他真的被數一數二 就是他真的是很會觀察 因為他紀錄片導演出身 所以他是非常會觀察的一個創作者 但是我覺得腿他有一些 我希望勳導可以拍出的那種奇幻感 放在那部片裡面 就是我對於勳導對於奇幻感的期待 是在腿那邊得到滿足 所以我覺得 新導演跟這段影片都沒有看到他 我覺得有點可惜 好的 讓我們謝謝KAMI生活的腦殘粉 KRIS 的這個評論 總統 發表奇怪 好 我們現在看到了現場的這些專家們的這些意見 但我們也想要知道比較更年輕一點的 就是這些影視科系學校的這個學生 他們對於這樣的名單 他們有怎麼樣的解讀 所以我們的小編們特地出擊到了台藝大跟北藝大 其實台灣是滿重要的兩個電影學校的重鎮 去在針對這個學生做了街訪 我們看一下 劇情喔 劇情我沒有看過耶 還是要憑感覺在猜碼 你以為的第六感 猜這個吧 我最喜歡粉紅色 真的沒人在乎他的第六感 對 親愛的房客 講的一題要有內容吧 可是我覺得是這個 不管是身邊的人或是怎樣 大家都覺得這個比較好看 我覺得是這個 沒有沒有 沒有 我們沒有要說什麼 沒有 我們還是不要互嗆好了 就喜歡來看親愛的房客 可能他更偏向情感美 寶寶那旁邊 一 二 三 蛮酷的題材 整個劇情然後前後的鋪陳交代的滿完整的 我真的滿喜歡的 我也喜歡消失的情人街啦 但是我覺得他不會得進吧 他是輕鬆像的那種娛樂電影 進吧不太長的這種 只是劇情長片的話我會投給他 但是你說最想看的我覺得是他 這一部啊 親愛的房客 喔 這很難欸 明亮或是親愛的房客 明亮也有欸 導演的明亮喔 讓我很有信心 可是你咬著我大佛了 是滿期待 但我覺得劇情長片應該不會 我自己的口誤會選親愛的房客 可能手捲鹽吧 在這個時代背景之下 他可能背負得滿大壓的 消失的情人街 億萬票房製作團隊 我最喜歡這部 李康生跟蔡明亮 是一個絕配的 就是一對 就是他們倆很可愛 我之前看過他青少年挪帳 然後我覺得很不服氣 真的才能量得多 有可能啊 北藝感覺會看這種 會不會 北藝感覺會留給親愛的房客 我會喜歡親愛的房客 親愛的房客 100分 為什麼有這個beatbox 太可愛了吧 你的嗎 親愛的房客 不愧是文青的學校 對 文青的學校 但我們看到這個投票的結果 這個親愛的房客 真的是這個票數還滿高的 大家有跟 就是你們心中 跟對這兩個學校 原本的想像有所出入嗎 我覺得金馬獎 通常不會是觀眾票選獎 所以 往往都是這樣 一定是日子 哈哈哈哈 你也覺得這兩個學校 最沒有選擇一定是得獎 好的 所以你看我們看到 不管是從網路溫度計的網路熱量 現場五位來賓的專業上面的分析 還有電影學校的方方面面 大家的反饋 其實今年金馬獎的最佳劇情片 有一點詭訣 但也沒有 可能也不會有太大的意外 對 究竟是日子呢 還是親愛的房客呢 還是其他很有更多的可能性 我覺得 還有沒有人要上訴 最後的拉票 為什麼我們沒有講那個吳森嘛 他都已經拉一下 但是沒有拉票 但是沒有入圍啊 而且我真的很喜歡日子 哈哈哈哈 這次的導體就很喜歡日子 所以吳森跟日子你喜歡日子 沒有因為日子 他從一個一級影展的高度 來去俯視你們這些其他的作品 可是吳 因為吳森披薦還是真實的事件 對 有一點社會討論 吳森是一個社會議題 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看 多多思考這個社會議題的問 但是如果就電影的藝術性而言 我相信日子 日子 日子 因為你知道 日子也是看了幾十年的電影 他一直都有一個標準在 他可以見往之來 跟你們這種十年二十年是不一樣的 好 所以結果是怎麼樣呢 我們就在開這個 在這個金馬頒獎典禮 我們就可以印證 能不能過到得獎的日子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然後同時在今年的金馬獎的 頒獎典禮轉播也會從 這個MyVideo 他會獨家直播 以及還有Light會一起協同的播出 如果大家對於這個 今年金馬的戰況 還有更多的期待跟想像 歡迎持續鎖定我們的節目 記得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讚開啟小鈴鐺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拜拜 拜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